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再告诉你们 咱们先去把风爪清洗一下 儿子你回来了 儿子 你可帮我给你做鸡爪吃好不好 我说我不喜欢吃鸡爪 好吃 高好吃的鸡爪 好吃 这是你奶奶都吃的 这个 我说让你奶奶都吃 这是给你奶奶做的 好 把风爪加入到锅中 加水 然后加入去腥三千克 葱姜 尿酒不能少 开骨 好 老姐们 在超鸡爪的过程当中啊 咱们去预备一点冰 然后在冰当中呢 咱们去加一点水 老姐们 开锅以后啊 煮两分钟 千万不要过火 过了火以后 这个鸡爪啊 这个口感就 你就没有口感了 好了老姐们 咱们已经煮了两分钟了 现在光火 去清洗它一下 去清洗它一下 把小火的鸡爪啊 放入到冰块当中 这样啊 吃起来口感会更加清淡 老姐们 现在啊 鸡爪咱们已经弄好了 现在开始调一个 泡它的汁 首先准备 一段辣巴蒜 在辣巴蒜当中 加入生抽 醋 白糖 把它搅拌均匀 把鸡爪啊 加入到里面 这个盆有点小啊 老姐们 咱们换一个大盆 把这个鸡爪啊 放到底下 让汤汁充分的给它浸泡上 老姐们 汤呢有点少 我又加点醋 咱把这个鸡爪 再放到 这个汤汁里边以后啊 咱们腌制上来半个小时 就可以入味吃了 如果调整允许的话 你想 你不着急吃 然后可以用保鲜膜把它罩住 放到冰箱里 冷冻一晚上 冷藏一晚上 那口感会更好 咱们等15分钟 一会尝尝 尝尝味道怎么样 静止菜味就行了 就是给你做的嘛 等会吧 没入会儿呢 都吃一个 那是一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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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鸡的 对 对 对 我家他们什么也不 他们不管咱了 可以吃了肉味了 吃完 你多吃点这个 以后啊我经常都给你做 吃完咱就做 嗯 叫酱鸡鸭 味道怎么样啊阿姨 挺好 挺好 多吃这个叫酱鸡 看去哪儿就好 嗯 哇 非常得啊 酸甜的 看下这个 来杯辣包蒜 哇 这蒜 特别脆 那这个鸡爪呢 把这个 辣包蒜的味道 也腌进去了 非常棒这个味道 嗯 鸡爪呢非常筋道 吃一台 嗯 好吃 嗯 好吃 我觉得 这个鸡爪做的是 是我最成功的 最好吃的 比上次做那个 牛蒙的那种好吃 嗯 制作方法简单 而且快捷 真心不错了 有条件的 有条件的 在家里自己做一下 我是用的五骨鸡爪 你们也可以 嗯 用正常的鸡爪 嗯 这个菜 嗯 降血脂 降血压 我妈前段时间不是血压糕吗 所以说这个菜 主要是给我妈做的 让她多吃点 嗯 我呢尝尝就行了 一会儿我把它 拿到楼上去 我妈刚才也尝了已经 感觉挺好吃 所以说咱们给她留着 让她 让她慢慢吃 嗯 做完了以后再给她做 嗯 咱们今天尝尝就好了 嗯 好了 今天这瓶就到这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 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啊 还有 记住那两句话 以后来洪水 去第一件事就是去洪水湖玩 第二件事就是来洪鹅这 吃洪鹅给你做的美食 好了 再见 吃碗蒜吧